绘制完了墙体之后,我们通过CAD能观察到二楼也是有阳台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平面图将阳台的阳台板绘制出来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平面切换到我们的二层平面 然后Shift加记隐藏结合体来购一下我们二层平面的一个阳台板 购好之后,我们将我们的一层平面的一层平面 可以来调整一下它的点 挤出一个100的厚度 放好位置之后,让它比门下降50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材质,可以给它平台的材质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一个阳台板的外面有一圈走线 在这里我们要画一下剖面 然后绘制一下路径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它的剖面 然后再来绘制路径 然后再来绘制路径 现在我们的绘制路径 我们可以让它们处理一下 我们再来绘制路径 现在我们的绘制路径 我们的绘制路径 我们要保持很多绘制路径 我们的绘制路径 先来绘制路径 好 如果绘制路径 绘制好的路径之后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前视图将位置摆对好 对它进行一个sweep的扫描 有了之后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点的一些位置 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阳台板和外面的走线有一段距离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阳台板的点和走线进行一些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对这一圈走线添加一个材质 CAD上来看一下 白色的外墙涂料 这里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阳台上的柱子 我们可以直接用线来进行绘制 在这里有一段弧 我们直接为它添加一段弧形 然后将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让它成为一个封闭的图形 画好了剖面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画路径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平面图来看到柱子是圆形的 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一个半径 200 我们可以绘制一个半径为200的圆 来进行一个扫描 我们直接添加SWIP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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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好了之后 我们将位置摆放好 在顶视图上来对一下位置 复制一下 我先去什么 ений兔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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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柱子就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柱子之后 同样的为它添加一下材质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添加白色的外墙涂料 柱子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 它的上下还有两根线条 在这里我们来进行一下绘制 我们勾好线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应该是150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几两百 让它落到我们的阳台板上 对它添加一个材质 然后再往上复制一个 厚度更改到100 应该只有80 上下的线做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就要来绘制一下 它的这一个保瓶柱 绘制保瓶柱的方法 我们这里要用的一个工具找车销 它还是一样的 绘制一个剖面 然后进行一个车销 在这里我们先来绘制它的一个剖面 然后再绘制它 对他的脸进行焊接 可以来调整一下 在这里还缺少一段 我们可以用连接工具 有了剖面之后 我们可以先挤出一下 看看他是否已经闭合 在这里说明他还没有闭合 我们还要来检查一下他的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有未闭合的点 再对他进行一次挤出看一下 这一次已经闭合了 有了剖面之后 我们要为他添加一个车销的命令 在我们的修改器菜单里面 选择车销 点一下 然后他会有X轴Y轴的一些轴向 我们默认的是Y轴 我们是用这个方向 然后他有一些 对齐最大最小或中心 现在我们已经选择的是最大 调整完了之后 我们将他放到我们该有的位置这 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给他添加一个材质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些复制 直接摆放也可以 给他添加一个材质 将他们位置摆放好 这里同样的摆放一下位置 同样的摆放一下位置 在顶视图上再来调整一下 对他们进行成组 对他们进行成组 直接复制 直接复制静向一下 调整 再复制到这里面 再复制到这里面进行位置的摆放 再复制到这里面 逐一对他们进行复制 逐一对他们进行复制和摆放 这样我们的阳台就已经基本制作好了 这样我们的阳台就已经基本制作好了 所以我们的阳台就已经在这里面进行复制 对我们的阳台就已经在这里面进行复制 所以我们的阳台就在这里面进行复制 所以我们是在这里面进行复制 谢谢大家